都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这句话用在婆媳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有效 而人与人之间的善缘 无非是当初节下的善行 特别是在婆媳关系中 因彼此之间既是一家人 也是利益的分割体 当有利益冲击时 往往最能考验人心 双方如果都能够将心比心 公婆对儿媳除了客气之外 多一点人情味 同样 儿媳对公婆除了客气之外 多一点尊重 那么双方就是最好的遇见 32岁的陈梅丈夫去世后 原本打算以后为公共养老 可她却被公共赶出家门 刚开始她不懂为什么公共要把自己赶走 五年后她再婚却收到一个快递 看到公共的遗言后 她崩溃痛哭 也终于明白了公共的用心良苦 口述人 陈梅 我和丈夫是奶奶介绍认识的 她是我奶奶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孙 而奶奶之所以把我介绍给她 主要是觉得她比较老实可靠 在当时来说 她的收入也比其他同龄人要高很多 除此之外 奶奶更看重她的孝顺 奶奶常说 一个对父母好 懂得孝顺的孩子 她肯定不会差到哪去 不过 说实话 我当时并没有看重她 并不是她个人原因 而是她的原生家庭太过简单 她不但是独生子女 还只有一个父亲 没有婆婆的家庭 虽然以后不会有婆媳矛盾 但是 在某种程度上 婆婆可是顶半边天的 比如 照顾月子 带孩子等等 我只要一想到 以后什么都要靠自己 我就退缩了 虽然很多老人 都以过来人的身份劝我说 有婆婆有什么好的 天天吵 日日吵 没有一天耳根是清静的 还不如没有婆婆 结婚就可以自己当家 没人管也没人跟你吵 多好的日子 可是 我总觉得没有婆婆的家庭 不够完整 再说 大概率上哪怕会有婆媳矛盾 但在紧要关头 婆婆还是会向着儿媳 最终她会选择儿媳 毕竟 婆婆心里也明白 哪怕两人之间 有再大的矛盾 如果儿媳过不好 她的儿子绝对好不了 这就是婆媳关系的微妙之处 不过 都愿她太主动了 动不动就给我买礼物 甚至还千里迢迢 追到我打工的地方 都说猎女怕蝉狼 果然如此 其实 除了没有婆婆这一点之外 她其他能力真的非常不错 谈对象时 她就向我承诺过 她两年前买的房 会加上我的名字 而且 婚后还上交工资卡 给我保管 被这么好的男友喜欢着 连母亲也劝我说 你能遇到她 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如果你不知道去珍惜她 外面大把女人等着嫁给她 母亲还说 你都这个年纪了 别以为自己是香波波 告诉你 再不嫁就老了 到时候看谁还要你 拍拖两年后 我们结婚了 婚后 丈夫果然如她所说一样 把工资都上缴给我 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管家婆 本来 公共拒绝和我们小两口住一起 她说 你们年轻人 有年轻人的世界 多我这个老家伙的话 你们不自在 我也不自在 可说实话 家里本来人口就少 我怎么可能把公共丢下 我说 难道你不盼着抱孙子吗 公共听到抱孙子的话 犹豫再三后 才同意和我们住在一起 公共是一个话非常少的人 她一直奉行的事 多做事 少说话 每天她不做好饭菜 等我回家 还把房子收拾得非常干净 这一点上 完全看不出 她是一个农村出来的中老年男人 她经常说 你们年轻人爱干净 我在家反正也没事 收拾干净一点 你们住着也舒服一点 再说 自己的家当然要好好收拾 公共几乎是一个 没有个人爱好的人 唯一算得上爱好的就是 偶尔会抽一下烟 这样一个被我称之为爸爸的人 有时候我真的很庆幸 遇到这么好的公共 只是 我们之间的缘分太浅 成为一家人不到五年 我就被她赶出了家门 原因是 我和丈夫结婚后的第三年 那时候 孩子还不到两岁 丈夫就被查出患上一线癌 我从没想过 这样的噩梦 会发生在我们这个小家庭中 得知这个噩梦的那一刻 我头脑一片空白 甚至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后来 还是护士把我扶到椅子上 还给我倒了一杯水 他安慰我说 我们要相信奇迹 更要相信科学 振作一点 你的爱人更需要你 医生也叮嘱我说 你一定要让他尽早接受治疗 可不能拖 要知道越早机会就越大 浑浑噩噩回到家后 看着正在客厅里 和儿子玩游戏的丈夫时 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 趴在碎的怀里 失声痛哭 丈夫不明所以 可当他看到检查报告后 他什么也没说 把儿子交给我后 自己回房间里了 一会儿 我听到一阵压抑的哭声 隔着一道门 我们都哭了 连儿子也跟着哭 不过 我还是打起精神 打算把儿子交给公共照顾 然后带着丈夫 去省城的权威医院治疗 可是 哪怕到了省城 也同样无法阻挡 丈夫身上癌细胞的转移 丈夫一天比一天消瘦 到了最后的半年 丈夫几乎只能在医院里度过 那最后的半年 我们从省城回到老家 因为那时候 医生告诉我们说 在省城住院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们回到老家后 丈夫一直都在医院里 到了后期 丈夫的身上 骑满了水泡 那水泡让丈夫吃尽了苦头 而在这两年多里 我们不但断了收入 还要大把大把地往外扔钱 这前前后后 花了差不多有八十五万 为了给丈夫治病 我把婚房和丈夫开的大货车卖了 还回娘家借了三十万 可这依然没能留住丈夫 丈夫还是被病魔带走了 当时所有人都不赞成我卖房 更不赞成我借钱给丈夫治病 甚至连公公也拦着我 说 她那病就是无底洞 到头来也是人才两空 你不要再去折腾了 再说 你把钱都花她身上 以后你们母子要怎么活 我知道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可是 我实在没有办法 眼睁睁看着丈夫受苦 为了让她减轻痛苦 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再说 我也知道钱很重要 起码她可以帮丈夫减轻痛苦 可是 正因如此才应该用在刀刃上 果然如公公所说 两年多后 丈夫走了 我真的是人才两空 可是 我不后悔 丈夫去世后 我原本打算带着孩子 和公公一起生活 以后为公公养老送终 毕竟 在这个世上 公公只有我们两个亲人了 可是 丈夫去世不到两个月 公公就把我从家里赶出来 我一直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明明之前一切都好好的 感觉一下子突然就变了 还记得那天 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公公后 公公不但没有高兴 反而恶狠狠地说 我不需要你给我养老 你带着孩子 有多远走多远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娘俩 我以为公公只适合我赌气 可当我从娘家回来后发现 门锁都换了 邻居告诉我说公公走亲戚了 临走之前还带话给我 让我以后都不要回来了 可我实在不放心公公一个人在家 就在家里等了足足一个星期 公公才回来 公公回来第一时间就冲我发火 还说以后再看见我的话 他撞死在我面前 看着公公那凶狠的样子 我真的被吓着了 从那以后 我真的不敢再出现在他面前 只是刚开始还会向父母 打听公公的情况 也会让父母帮忙 转点现金给公公 可公公一次都没有收过 全部退回来了 渐渐地 我和公公之间就不再联系 直到五年后 我带着儿子再婚 突然收到一个快递 刚开始 我们都在猜测包裹里 会有什么 直到打开包裹 看到一张银行卡 和公公的一书后 我才知道公公已经不在了 他在临走之前 还牵挂着我和孩子 我怎么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个打击对我来说 实在是太大了 想到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我真的快要崩溃了 而直到看到公公的一书 我才明白了 公公的用心良苦 正如父母所说 公公不是不想我和孩子 他只是不想拖累我 他想让我改嫁 可他却无法说出口 才用一副恶狠狠的模样 把我赶走 而我和孩子走了以后 公公过得很消沉 可他哪怕想孩子 也一直忍住没有出现在 我和孩子面前 直到两年前 公公发生了交通事故 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三个月 最后还是走了 在最后 公公才打电话给我的父母 说他想见一见孙子 父母原本想要让我回去 可被公公拦住了 公公说 别告诉他 不要让他难过 就让我静静地走吧 而那张银行卡 是公公拖着受伤的身体 在医院里请的律师 办下来的赔偿金 同样 公公把遗书和银行卡 一起交给律师保管 言明那是给我结婚的贺礼 在这一刻 我真恨自己 对公公的关心太少 如果我对他关心多一点 他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意外 我真的对不起他 现任老公让我不要哭 说 爸爸在看着我们呢 我们要幸福 他才能走得安心 我再一次哭倒在老公的怀里 婚礼结束后 老公建议带孩子一起回去 看看公公 老公说 爸爸肯定也想你了 我们回去看看他 告诉他你过得很好 让他不要再牵挂 第二天 我和老公还有儿子 一起来到公公的墓前 看着那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又一次泪流满面 儿子看到公公的照片时 直接说 这是爷爷 儿子也哭了 我们都哭了 在这一瞬间 我知道我和公公的亲缘 是真的到头了 这辈子就这样了 下辈子也许都不会再遇上 不过 我会永远记得他 因为 他是我的爸爸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 点赞订阅关注我